那上禮拜是自动输入那个他的业绩 十万百万 那比如说我今天输入这个业绩 他会自动带出后面的资料 那这部分的话呢 实际上是利用那个我们上礼拜有提到 这个有关那个物件 比如说我触发的那个物件是当什么呢 当这个工作表 哪一个工作表呢 当这个目前的这个工作表 那实际上就是指的是 当这个配股数量表 它里面的C栏 里面的当然就第四列以后呢 会有一些动作的时候呢 那做后续动作 那这边的话呢 上礼拜有提过说 我们第一个你需要先找到那个 配股数量表的这个物件 第一个这个蛮重要的 这事件驱动 这个跟之前我们按按钮的那个事件不太一样 第二的话呢 利用那个Worksheet 这个工作表 它如果有Change的时候 那我就呢 利用什么呢 利用这个Worksheet Change 里面呢 它会传给我一个叫Target的物件 那这个物件里面的话呢 它会告诉我呢 如果这个Target它的Column 点Column如果等于3 那这个叙述意思是说呢 如果判断嘛 如果它是第三栏 特别注意哦 如果是C栏 你不能用 这边不能用那个文字的叙述哦 因为点Column它只支援数字 递起来 然后呢 而且它是第三列以下的这个情况下 所以呢 那个Target另外一个属性是Target的Row的话 如果大于3的话 那做什么呢 才去做这个输入资料的动作 那我们实际上是利用那个什么呢 丢公式的部分 那因为上个礼拜呢 都已经把它变成名称 所以你会发现 直接把公式贴贴贴 那比较重要的是哪一列 Target的Row 就是意思就是跟什么呢 跟变动的那一列哦 如果相同的话 那就是做这件事情 那删除也是一样 上面是删除 所以呢 我针对这个储存格把它Delete掉 它会删掉 那如果输入资料的话呢 它会输入一些资料 那你这边的话 就可以很顺手的 可以往下填资料 填完资料之后的话呢 它就会自动帮你把资料带过来了 但是目前的程式呢 没有支援所谓的 这个array 就范围 目前在单一个储存格 所以它如果多储存格的话 你可能要判断 它是不是变动了很多个储存格 如果是的话 那可能就要变动好多个 不过程式就要另外额外 再用别的方式去撰写 这个是上个礼拜 比较重要的部分 我想细节部分呢 可能回去再看一下 那今天的话呢 请各位 再开启我们范例党里面 那范例党有好几题啦 其中的话 比如说比较重要的 我们今天大概讲 人事资料分栏 但是除了那个人事资料分栏以外 如果各位有时间的话 也可以针对其他的题目呢 去做练习 那因为我们可能没有那么多时间 每一题每一题讲 所以你如果有时间的话 比如说计算年龄 与那个查询时数啊 这一题其实主要是用什么 第一个 这个地方怎么算年龄 等于是复习啦 第二的话呢 它的开课班别 应该是这个 结束 这一题比较简单 逻辑其实蛮简单 就是说如果我今天开课日期是这一天 那 班别代号指的是C04 C04呢 特别追 C04 结束日期应该哪一天 那实际上这边有一个逻辑是 它需要去针对C04去查询开课班别 查到C04之后 把它的什么呢 时数带过来 那也就像我们现在上课啦 每一周是三个小时 每一周三个小时 也就是 假设它是十周的话 那意思就是说呢 这个是第一周 第一周哦 那如果十周之后应该是哪一天呢 OK 应该可以了解那个逻辑吧 所以这里的话 怎么样去利用什么 第一个 当然你可以想到 第一个你可以用什么 V路函数 去查什么 C04 把它的时数查回来 查回来之后呢 也许查回来是30 那30每一个礼拜呢 是三 等于是三个小时 所以除以三嘛 除以三之后的话呢 那就十周 可是问题呢 目前是第一周 所以你必须把什么呢 把它的第一周减掉 应该吧 把这一第一周减掉 减掉之后呢 再乘上七天 七天的话就是总天数嘛 那利用这一天 加上它的总天数 答案就出来了 OK 应该可以理解这个道理了 所以请各位呢 有时间的话 也可以试做看看 因为这部分的话 我是觉得 比较不是那么困难 可以自己再想想看 这个是 这个检视与参照里面的计算年龄 跟那个V路函数查询 那其他还有像什么 所属单位查询 这个是同学问的问题 他平常可能会遇到什么问题呢 比如说高明明这个人 他应该是哪个单位 不过C兰已经给你答案了 不过这个C兰是给你知道说 最后是G单位 那为什么是G单位呢 我需要在各单位人员里面 找到什么呢 其实A 那当然你会发现哦 他查的方式蛮特殊的 他的单位在上面 底下就是他的成员 所以变成说我需要找到是这个人 再去找他的第一列 把他的第一列结果给回传回来 特别重要 如果你今天是用 V路函数一定是不行 那如果用H路卡函数的话 基本上H路卡 我虽然是查第一列 可是呢 比对的是G单位跟G单位 才可以这样查 那如果说我今天要查的是高明明这个人的话 诶 这个要怎么去 把这个做出来会比较简单 实际上这样 这个地方你不能用V路函数 你可以用Index 也许可以配合Match 但是哦 我是觉得像这一题哦 用VBA写可能会比较简单一些些 有些地方我还是比较建议啦 如果用VBA写的话 那你可以怎么做呢 当然第一个 你要找的东西 那你只要做一个什么呢 把这个范围里面的资料全部找过 找过之后的话呢 把它找到的同一 同一栏的位置 同一栏的第一列的位置 的资料帮你带回来 诶 那这样子的话呢 如果我今天要写个VBA 诶 可以按下一个按钮自动完成的话 那这要怎么写 OK 所以这部分的话呢 给各位去思考一下 因为前面都是直接给答案 那有些地方 我是建议你可以想想看 因为很多地方你工作 上面遇到的问题哦 不见得马上就有答案 你可能要思考一下 那当然这个答案呢 在云端上都有 也许如果你现在想不出来 你可以到云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